今天这个比赛场地 海拔更高一点的一个条件 更好一点的酒店 如果今天输球的运动员 要在今天晚上 搬到稍微海拔低一点的 就是从住宿条件略微差一点的 一个快捷酒店 其实这些看似是一个小小的气节 都是在激发运动员的这种浅 对 因为从运动员的感觉当中 我们想让他脱离 平常这种训练的这种环境 找到这种正式比赛的感觉 从备赞啊 从比赛的过程当中 都是从他们心理上 让他们明显有一个心理的这种落差 好 现在比赛马上开始 我们继续进入到 马龙和许新的第一场比赛 训练基地 为大家现场直播 华夏银行杯 直通莫斯科中国乒乓球队男队 撞 漂亮 相持和防守的攻防转化 显得薄弱一点 现在教练都是秦志俭 所以秦志俭今天只能呢 是今天给许新 执教的是资深教练李小冬 资深教练李小冬 漂亮 胆拉 撞 所以这个球啊 实际上许新他把马龙拉推抬了以后啊 他没有 他在反省呢 比马龙好 比马龙好 对 这时候呢 比王浩好 随着的情况 你看又是调整 有准 所以触手比较果断 相对的增大了 就增大了许新 他发强的难度 接下来 插电了 俗意共同探讨 漂亮 啊 啊 这样许昕 就是一对二组的一些运动 一共18名小将 不出力你就有两个许昕工的机会 老打人家手上 对方也很容易给你 许昕揭发球直接下网 漂亮 小三角 这手的杀伤力不够 当对方对拉的时候 他杀伤力比他力量大的时候 感觉稍微差一点 像一般人家像这种情况下 除了这方面你比他强一点以外 你比别的地方你不如他都好 你再打他很难打的 是的 发球发了点直线 又挡了一个 看所以 太短 漂亮 所以他这个是他必须的提高的一个环节 看见人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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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 高丁 反拉 许昕放弃高球 漂亮 好的 要成熟 有时候他落后好多 现在能够追回来 好的 哎呦 机会 结果拉丢了 这样许昕呢 就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连反三局最终以3比2 取得了胜利 我们请吴敬平教练 简短的点听 总管这场比赛的话 一看许昕后面是打得不错 他主要是后面加强的这个变化 前面